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美龄 莱敏黄 张渊祥 张浩瀚都寻求连任 民进党原本有议席 这一次提名现任张浩瀚外 还另外争招了新人许瑞慈抢第二席 民众党也首次参战提名林玉峰 国民党保三可能会面临挑战 国民党提名寻求连任的张渊祥 父亲是前市长张通荣 从里长转战到议员表现不俗 四年来请跑基层 在狮子会 统军团都有手耕耘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中正区 登记一号候选人张渊祥 我自称我自己是一位二刀流的候选人 我是一位能够在地服务 又拥有国际经验的候选人 我是一位能说国语 台语 客家语 以及国际的英日语的候选人 我是一位体能非常好 能够上山下海的候选人 我也是一位能够为市民朋友 带来更多建设监督市政的好的候选人 屡美龄前进的动力 热情专业服务 加冲加担 登记第二号屡美龄 愿望和市民聚集合 拜托 拜托 用新人的姿态全力吹票 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正区市议员候选人3号林玉峰 两年前我是中华民国空军军官 同时也是慈善协会理事长 现在我将代表民众党 参选基隆市中正区市议员 基隆市有进步但进步太慢 基隆的财政并没有比其他县市差 但交通月票1280 基隆轻轨 基隆捷运至今能没有具体的执行 如果当选一定意推人民有感的政见 这是民众深感最重要的事情 此外 玉峰有基隆动起来 七大政策方向 包括交通停车 就业观光 智慧城市 简易都更 改善运动空间 完善长照托育 提高行政效率 如果都能改善 就会让基隆重申 玉峰是政治素人 没有显赫的家世 没有派系的背景 但有一份对改善基隆的理念 与感情 我会倾听 并执行各项服务 与实践的七项政见 希望理念相同的市民 给政治素人一个机会 谢谢 国民党提名的三席中 已经连任世界的南敏黄 形象好 平常情于地方会堪 基层实力相当雄厚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正区市议员南敏黄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肯定 鼓励和支持 我已担任世界的议员 16年来 我秉持着用心做到最好的原则 我把市民服务的工作 用心做到最好 同时我也积极的争取地方建设 为中正区带来很多的进步 今年我将继续争取连任 拜托大家继续支持 未来我将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带动地方的发展 同时我也会争取更多的停车空间 来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 最重要的 我们要加强对弱势市民的协助 最后在此拜托大家 11月26号 拜托大家继续支持最用心 最值得信任的候选人 4号蓝敏王 拜托拜托 为了拼第二席 民进党另外征召许瑞池参选 外形亮丽清新 也有专业 曾经在金融市立医院 任职营养师青年 在长照投入关怀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正区市议员候选人 5号许瑞池 瑞池是专业的医疗能源 过去在我们社区长者照顾 以及富佑光怀 有多年的服务经验 未来希望能够为民发声 争取更多的社会福利 以及社会照顾 11月26 请让专业的医疗能源 为您发声 我是5号许瑞池 民营党提名现任张浩瀚 当过立委助理 金融市长林又昌的秘书 是林的子弟兵 参加过不少市政建设 问证专业 大家好 我是中正区市议员 登记第6号的张浩瀚 过去4年 我们成功在中正区 推动1579快捷公车 大基隆历史场景的沙湾园区 以及我们新市政大楼 新建选址在三沙湾地区 等多项的一个市政建设 接下来4年 我会努力为中正区 争取更多市政的一个建设 以及社会的福利 11月26号 恳请大家全力支持 中正区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第6号的张浩瀚 基隆好汉 拜托大家 基隆第一选区中正区 这次形成了6抢4 老将新秀各自努力 国民党要保住三席 面临挑战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选战进入倒数计时 基隆市长林又昌 白天忙逝政 晚上化身超级助选员 陪同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 扫街卖票 市长林又昌 特地持麦克风 沿路向市民店家请托 衬衫湿得又干 让民众很惊喜又很感动 基隆的改变不可以走回头路 拜托大枪 陈定林又昌 跳投蔡思议 拜托拜托 车水马龙的下班时刻 熟悉的声音出现在 基隆市安乐区 长庚商圈街头 基隆市长林又昌 化身超级助选员 亲自拿着麦克风 与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思应 及安乐区三位市议员参选人 沿路向店家民众拜托支持 看到市长亲自前来拜托 民众既惊喜又感动 直说一定会支持蔡思应 谢谢大拜托 蔡思应 谢谢安乐区 蔡思应 请不请新春啊 谢谢 蔡思应 马上来 谢谢 市长都请新帅QQ 谢谢 拜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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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董 加油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有啊 董源的啊 有啊 市长啊 市长啊 早就认识他了 早就 做得也很好啊 做得很好啊 哎呀 真是 真是 3号蔡思应 拜托大家 拜托大家 全天林又昌 票投蔡思应 拜托拜托 扫接途中 林又昌还意外碰到台大学长 只夸林又昌做得真的很棒 让基隆蛻变成功 谢谢 他做得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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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把基隆市的负债减了40% 真的啊 真的啊 所以哦 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推 对对对 转硬转硬 做得很好 真的 之前是负120几亿 现在已经剩不到68亿 所以我们现在这几年基隆进步改变很多 我们还把负债把它减下来 牛昌也趁机向市民报告这几年 基隆市政府努力的成果 不但负债大减4成 还把基隆市从末段班拉到前段班 这段期间在立法院协调中央 提供支援的蔡世印功不可没 因此期盼透过扫接拜票方式 面对面让市民更加清楚 这个地方以前也不是这样子啊 那这个八年来 我们陆续推动的包括 麦金路的这个示范道路 还有包括我们的安乐派出所的一个迁移 让原本这个路口最庸涩的一个交通问题 可以得到这个大幅的一个解决 那另外包括我们安乐路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改善 以及安乐路的天桥的一个拆除 我相信都是我们这个安乐社区长庚商圈 很大的一个蛻变跟进步 另外还包括安乐社区三期 大家最喜欢的亲子公园 现在都是每到假日跟晚上 都很多小朋友亲子在那边活动 所以整体来讲周边的一个环境 改善非常的多 我相信这一定可以争取到 我们安乐区市民大家的一个认同跟支持 不管是饮料店 机车行 药局 知名眼镜行 还是餐厅小吃店 牛昌带着蔡司印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努力握着每一双手争取支持 连过马路都不忘向来往车辆喊话 拼命扫街的结果不到一个小时 牛昌不但携带松掉 连衬衫都湿透了 让民众看得相当感动不舍 更有摊商直接送上包子 预祝告票当选 持续扫街 拜票超过一个小时 刘昌却越喊越有精神 他说因为握到每一双市民的手 所传递的温暖与支持 让他与蔡司印更有力量 继续向前行推动市政 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在街头努力的 真实的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握到每一双我们市民的手 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 也可以感受到他给我们的鼓励跟支持 这个很温暖 所以再怎么辛苦再怎么累 我想我们都会有更大的一个能量 来这个往前冲 那也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转化成市市政的力量 来推动基隆市政的一个发展 这个就是我跟蔡司印这六年来 我们攜手合作的一个初衷也是一直以来 我们就是这样子做 所以你看我全身都已经湿透了 对啊 适应应该是湿在里面 应该是湿在里面 对我们真的很团结也很加油 希望大家给我们支持 谢谢 谢谢 白天视察工地拼市政 晚上街头扫街挺候选人 被市府同仁系车 已经变成人肉扫地鸡的李又昌强调 这次选举虽然竞争激烈 不过他很有信心 因为这八年来金融楼的改变有目共睹 相信市民一定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支持蔡司印接棒 带领金融市不走回头路 继续向前行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新北市长侯友宜 特别在选前关键时刻 来帮助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人 谢国良助选 特别提到未来北北基陶 有很多的项目要并肩作战 为民众谋福利 新北基隆有良心 合作戴机 画面上就是目前蓝衣领袖集大咖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 跟谢国良一起进行扫街败票的行程 希望在最后关头 为谢国良来多多争取选票 侯友宜市长在新前记者会特别提到 基隆跟新北密不可分 齐许跟谢国良来并肩作战 北台湾要好好的合作建设 侯友宜市长 基隆跟新北市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不然是在观光休闲产业 都跟我们的瑞芳 东北角四个地方都紧密联合结在一起 更何况未来 在整个西东县以及基隆捷言的界階上 我们大家一起合作 尤其我们TOD的整个开发的计划 也是新北要跟基隆大家并肩作战 所以我跟谢国良市长候选人 其实我们有很多必须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所以今天来跟国良站在一起 就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当行以后 更积极的把我们基隆的发展 跟新北的发展 能够快速的成长 让我们整个大台北生活圈 都能够比以往更快速更进步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除了谢国良以外 还有蒋万安 甚至包括我们桃园的詹善政 都能够一起当选 让我们北北基陶 能够亲爱人共好 大家一起努力向前走 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侯市长 亲自到基隆来帮助国良 未来选举只剩下十天的时间 那我相信有侯市长的帮助 跟我们未来北北基陶 1126的联合作战 我对我们的胜选 越来越有信心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导 市长候选人4号曾国明 抛开政治束缚 以诗人的身份参选市长 希望把基隆变成一个 有创意的国际城市 曾任知名电视节目 八千里路云和月 绕着地球跑的编导 出过13本书的市长参选人 4号曾国明 60岁台大中文系毕业 后来到美国加拿大念电影传播 这一次以诗人的身份参选市长 我是诗人曾国明 我这次参选基隆市长 我的口号 竞选口号是 国明诗人当市长 和平创意无法党 先来首诗 无党无派 很难适应 没钱没事 整成国粮 不挂看板不跑贪 没有旗帜只有诗 一本诗集逍遥歌 一个理想地球国 五条政见来参选 改变就从台湾头 不挂看板没有旗帜 只用诗歌来作战 曾国明每日做首诗 在社群媒体宣导 跳脱政治的思考 用非传统的方式竞选市长 看看能拿几票 我常跟我女儿说 这个地方可以怎么做 那个地方可以怎么做 结果他们就说 你意见这么多 你干脆去选市长算 结果后来我说 那我真的去选 结果他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反对 我想因为他们很害怕 台湾的选举跟台湾的政治 尽管家人不支持 但曾国明还是决定 出来参选 他有基隆五十案 按步骤来改变基隆 去过很多世界上的城市 我自己也在国外 住过差不多十年 所以我看了很多城市 我觉得基隆这个城市 本身有很多限制 那我看了很多世界上的城市 他们如何把自己的限制 转换成特色 这一点我很有心得 我敢说 我跟其他的候选人不一样 我想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梦想城市 各位可以去看 比较我的政见跟别人的不一样 我不是在替你省荷包 我也不是想要讨好选民 只为了选票 我就是想打造一个 可以让基隆人在世界上 很骄傲的一个梦想的城市 所以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明明知道会去得罪一些人 但是我认为必须这样做 基隆才能整个翻新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考虑看看 你是要一个选上的市长 就让你省一点荷包 有点小恩小惠 还是你希望这整个基隆 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变成一个在世界上 足以让基隆人骄傲的一个梦想的城市 我是有这个心愿 希望也有这个机会 曾国明提出50个改变基隆的方案 以诗人的方式来打选战 拼城市创意 他用实际行动 鼓励大家用各种创意 来实现梦想像他一样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基隆Light Store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一号谢果良 一定实现 从双北的1月80 扩正到基北北桃 首都圈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1200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量 肯定林佑昌 票投蔡思英 科技帮我维持健康 科技帮我放松身心 科技还能帮我及时缴纳地价税 让生活更游刃有余 现在只要下载行动支付 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 缴款收QR Code 就能快速完成缴纳 另外还有这些管道可以选择 111年地价税开征楼 管道多元 Don't worry 一划缴纳 Be happy 基隆Let's go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1号谢国良一定实现 从双北的1月80 扩增到基北北桃 首都圈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1200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量 肯定林佑昌 票投蔡思英 我是童志伟 四年来 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行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同志位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新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 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 是因为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坚定信念 深耕基层 我是七堵七四一员候选人 五号张耿辉 耿辉无党无派无包 二十多年来 顶持专业专职问证的精神 一步一脚立 为您争取各项建设以福利 十一月二十六日 张耿辉需要你集中闲票 全力支持 您的每一票 是五号张耿辉继续迈进的最大动力 各位我们基隆仁爱区所有的 相亲父老兄弟姐妹 大家好 登记第四号 季文泉 季文泉是在地创业青年 非常希望把基隆 流失出去的青年朋友 找回基隆 大家一起来发展基隆 创业基隆 特别拜托仁爱区所有的好朋友 全力支持登记第四号 季文泉 季文泉感谢大家 韩国瑜拜托大家 从双北的1月80 扩增到基北北桃 手术圈生活月票 不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一二零零零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達成量 肯定尼佑昌 票投蔡思逸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国道1号南下7.3公里处 惊传严重车祸 一辆货车不明原因 冲破了护栏 翻落边坡 不幸砸中了一辆正要路过寒洞的轿车 造成轿车内的驾驶 受到严重的惊吓 索性身体没有大碍 不过这个货柜车的驾驶陷入了昏迷 目前有生命危险 事故现场 一辆货柜车和小轿车撞成一团 货柜车行经国道1号 撞上了边坡护栏 翻落下方道路 当场砸中行经的轿车 救务人员到场 将货柜车及轿车驾驶救出 分别送以急救 到现场的时候 小轿车驾驶已经就是出来了 就是剩商户车驾驶还在车上 它是压着吗 它没有压着 它就是躺在副驾 警方接货 在实践路235巷寒洞下 有国道的大货车 因为不明原因坠落 压回一部自小客车 驾驶双方都是男性 这起车祸 发生在14号晚间8点4分左右 一辆货柜车行经国道1号 南下7公里处 突然失控 撞上护栏 翻落到基隆的平面道路 实践路上 本分局到场之后 实施现场交通封锁管制 指引用路人改道 后续请脱掉车来移制现场 排除现场 驾车驾驶受到严重惊吓 不过一时清楚 生命迹象稳定 至于肇事的货柜车驾驶 则是陷入昏迷 上这起交通事故 一部因半连接车 不明原因 冲破护栏 摔至平面道路 押到路过的小客车 请销到场后 大车驾驶送家户病房 目前住院观察 小车轻伤无大碍 双方驾驶酒队指均为零 详细肇事经过原因 警方后续还需调查 事故道路两侧 警方实施交通管制 指挥用路人改道 国道公路警察局 后续也将调查厘清 车祸的发生原因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人 谢国良 立委郑立文 在律师的陪同下 召开反会选记者会 除了法务部检举的奖金外 竞选总部再加码 抓会奖金一百万元 有没有里长被里长 说服要来会选 在最后的十天 有没有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 由里长来进行第一线的沟通 背后有帮派来做撑腰 跟实践他这个选举的整个流程 然后最后呢 让些微的票数 透过里长让选举翻盘 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 选战进入最后倒数 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要大家一起抓会选 提供了一百万奖金 那所以我在这边 要跟这些里长要来喊话 就是假如有某位这个里长 来联系在座的各位里长先进的时候 然后要求你要来帮他买票 这一点要请你勇敢的举发 在前两天我们也看到了金门 杨县吴县长针对于金门一条流买票的方式 提供高额的悬赏奖金 那我们这边提的悬赏奖金就是 只要这个情知是属实 你愿意挺身而出 然后去不管是调查站或地检署 去发录制完整的笔录来告发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二十万的奖金 然后但这个前提一定是要是这个情知是真实的 是确认然后呢是完全符于事实 然后带检察官或整个司法单位 调查清楚起诉之后 那我们就会把另外的八十万 发给这位里长或地方人士 好不好 所以我在这边要呼吁大家 另外一个呢更恶劣更肮脏的奥波就是呢 栽赃对手 这个呢我在台中已经遇到过非常多次了 所以呢这对民进党来讲是有经验的 是有潜力的 而且还曾经发生过好的效果 所以在基隆 我觉得也必须要严防 人家说狗级跳墙 当你没有没报的时候 当你按照真正的正常的选举 让选民判断你的品格 你的能力 还有你的政策 你都输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民进党是不可能乖乖认输的 他一定会用各种你想不到的方式 希望在最后十天的时候翻盘 尤其因为基隆市的人口很少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选区 所以呢他会选也不需要全面性的会选 就像刚刚国良讲的 他只要局部性的会选 在现在选情这么样的紧绷的时候 只要少数的选票翻盘 很可能就会改变选局最后的结果 选战人进入倒数候选全力吹票 也呼吁选民一起抓会选拿奖金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现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攜待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战署关心您